我在文化認知上 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中國人 是嗎? 在文化認知 對中國的歷史文化 那種尊嚴的自覺 我是徹頭徹尾的一個中國人 OK? 是嗎? 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 我就一定不是一個中國人 這是很清楚的 是嗎? 你可以覺得我這樣也是保守 不要緊,我是很清楚的 我怎會是中國人? 是嗎? 是嗎? 我們道行逆施 霸佔了中國 是嗎? 70年 那你這叫做魏臨朝者 這個… 這個… 諾賓王 討武照行的第一句 是嗎? 魏臨朝… 魏臨朝… 沒有事 是嗎? 沒有事者 你這叫做魏臨朝… 雜事者 或者魏臨朝 魏臨朝就是… 這就是魏臨朝 這就是魏臨朝 你明白嗎? 那我當然不是中國人 在這種情況下 是嗎? 中國人的奴性重 是嗎? 你喜歡做奴隸 所以共產黨可以千秋萬世 可以維持很長 就是這個意思 你明白嗎? 死也不會倒塌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又有些人 經常幻想… 習近平會下台 換另一個… 溫和派 是嗎? 要有權力鬥爭 他們知道 共產黨只有一種 共產黨只有一種 換了誰都有一些 因為他制度不變 你換誰都一樣 他是一黨專政 那只是權力鬥爭 是嗎? 你習近平有本事 你本事推了薄熙來去巡城監獄 坐牢 你有本事推了周永康去坐牢 反過來,他推了你去坐牢 周永康做 不是,又是樣子 共產黨的本質是這樣的 你是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 這種政治制度 再說 中國人就是喜歡做奴隸 是嗎? 尤其是 搞了這個所謂經濟改革之後 你有私有財產之後 大家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賺錢而已 沒有信仰、沒有價值、沒有理想 唯一一個目標就是賺錢 是嗎? 所以中國就是一個 好像孔子說的 兩千多年前說的 是一個富而貧而潛的社會 這個社會 極權統治就一定可以千秋萬世 好了,再加上這個資訊科技的發達 由4G、5G、AI 你想想,一部手機就已經控制14億人口 是嗎? 只要你有一部手機就已經被控制了 不簡單 好了,到香港了 香港人是怕死的 香港人是用功能性思考 香港人是功利主義的 你明白嗎? 鬥你不過就不會跟你鬥 你明白嗎? 所以你國安法一出 那些自我檢查 你有甚麼轉軚 準備著草 全部就會出現 你不用擔心他要壓制你言論自由 你全部就會慢慢收聲 是嗎? 你明白嗎? 所以他說 你記得有一個說法叫震懾 他立這條法是要震懾你 你現在震懾到印刷廠 香港也不能考慮和我印刷 可以是 是嗎? 你真是 那誰還能夠救 老實說 香港人是怕死的 所以我們才覺得去年 這群年青人的前傅後計 醫人道義、捨生不育的精神 是我們自愧不育 是嗎? 沒有他們這樣搞 就不會有今天 這個國安法攬炒 沒有他們這樣搞 又不會國際社會 重新檢視對中國的政策 休息一會